听说你们想看许昕生涯最不可思议一球 今天,她来了 许昕被球迷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她身高必长,打球飘逸 经常能打出神仙球 自己打球的目的并不是拿多少个冠军 而是在退役前包揽国际拼联五家球 许昕最不可思议一球 360度转体飞跃盲打 最后的笑容杀人诛心 这个球出自2021年拼超联赛 许昕和周宇之间的较量 周宇在实力和名气上 虽然跟大芒有一定差距 不过她也算是国拼的名将了 这场比赛双方前四局占平 决胜局许昕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神仙球 之后她便一鼓作气带走了胜利 话不多说,一起来回顾下吧 还没有点赞的小伙伴们 赶紧帮忙点个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许昕的球迷 看到这条视频 由于两人是国家队的队友 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因此开局后也没有进行太多的试探 立马进入了攻击模式 周宇一上来就是连续的中扣 逼得许昕回球出台 大满还是老样子 状态有些慢热 前几球不断失误送分 回来 这个球更是被周宇的防守打得毫无反应 第一局许昕的状态的确很迷啊 看台上的球迷也是不断为他加油助威 周宇不仅状态好 运气也不错 这个擦边球真是让大满措手不及 直接进行上拳对抗 但是许昕那种测试强拉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好球周宇这个突然变现真是漂亮 周宇就比我了天 猫靠了 虽然许昕靠着对拉中的优势连续追分 不过第一局状态更出色的周宇 还是以12比10拿下 第二局许昕的身体终于活动开了 一上来左右开弓连续取分 那种缠组的话注意就不太好打了 此时镜头一转给到了场边的美女工作人员 这颜值确实很养眼啊 回到比赛 许昕继续强势表现 瞬间5比1领先 周宇见识不妙 开始发力 这个球他不仅在对拉中顶住了许昕的进攻 而且反拉后连续重扣 打得大狼有些狼狈 不过第二局周宇自身的失误确实太多了 我打不过你 用手接还不行吗 很快许昕11比3帮回一局 第三局周宇防守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一球他就来回调度 把许昕累得够呛 大满都无奈摇头了 这局完全反过来了 轮到许昕失误增多 周宇防守的技术是真不错 这局他以11比6胜出 来到第四局 许昕在对拉中依然占不到优势 周宇又是突然防守变直线 大满无奈得原地认了几秒 出现了一个运气球 大满又陷入被动了 周宇直接高压中扣 球都快飞出场外了 这局双方真是互送失误 比赛略显沉闷 仗之6比6后 许昕连得5分 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光剑的第五局 许昕终于发力 又是一个 像这样的进攻 才是我们熟悉的大满嘛 当比分来到4比4时 全场最精彩的一球到来了 周宇发球后 两人直接展开对拉 在对轰了十几板后 周宇突然上台发力 连续施压 此时被动防守的许昕 再次打出神仙球 上演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见大满旋转跳跃 360度转体盲打 将球回了过去 这球不仅精准落在台面上 而且球数也变慢了 就在周宇犹豫 该不该继续强攻之时 许昕突然上前 正手发力 斜线抽了一板 措手不及的周宇 回球直接出台 丢掉这一分 不得不说 许昕正是一高人挡大啊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 还敢360度转体盲打 当然 这个神仙球 他的臂长也发挥了一定的优势 拿下这精彩的一分后 许昕也紧握拳头 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简直是杀人诛心 总是成为许昕神仙球背景榜的周宇 明显心态有些崩了 之后他连续失误送分 以7比11输掉了比赛 中手的台里赢啊 是杀人的周宇 这次是杀人的周宇